演戏攻略拍播后,热度口碑持续走高,一部剧受欢迎的原因其实有很多,在演戏攻略中,女主人设讨喜,各个人物也性格鲜明,角色立体,服饰妆容皆有历史考据,举情也值得推敲,节奏也毫不拖沓,紧张刺激,让观众大呼过瘾, 演员方面,更是大卡云集,有来自香港TVB的蛇世曼,还有高田的D后CP念缘,秦兰,以及在耀神表现出彩的四位扮演者他说,此番的剧中,摇身一变,也成了嚣张保护的高贵妃,很多观众差点没认出来,女主角吴景言,虽然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不算熟面孔,不过也是非常有甜蜜的新人, 此前还差点成为冯小刚电影《我不是盘金莲》中的女主角,连定庄照都出来了,不过后来这个角色由范冰冰出演,除了主演,其实剧中很多配角也是大有来头,相信不少脸盲的观众,一直没分清楚玲珑和锦绣这两个宫女吧,剧中两人都属于反派,而且经常在一起,产生混淆也是难免的, 不过呀,饰演锦绣的这位小姐姐,你们不演熟吗?她就是演员高宇儿,是最近大火的镇魂中,那个蛇女祝宏,镇魂女孩,你们认出她来了吗? 还有秀房中一直对问音乐诸多照顾的张嬷嬷,不知道了有没有人觉得她演熟呢? 她的扮演者叫做何佳怡,就是当年大汉天字中的一代皇后陈儿妖,也是很多人童年的经典回忆啊,当年可真是,名艳动人啊,还有这位联合宫女欺负英洛,被网友称为骨灰及吃货的方姑姑,来头可太大,她是张子依的嫂子英氏,英氏这位女演员一直比较低调,所以大部分人可能都没有想到, 而长春宫中那个不起眼的宫女珍珠,其实也是大家的一位老熟人呢,就是抖音里的网红小小的季节啊,你认出来了吗? 话说,引起攻略,也真算是卧虎藏龙,连羊环宫女都大有来头呢? 不过啊,其中经历最传奇的还有树下面这一位,那就是陪戴高贵妃身侧的侍女之兰,剧中高贵妃对天对的木空一切, 剧场盖过了一切,相信之下,宫女之兰的存在感就弱了一丢丢,虽然这个角色不起眼,但是演员是与伟的来头却不可小觑,她原名是严妃,出道之初就赐原一天。 第一部作品雪玉米城就担任了女主角,饰演美丽聪慧的五郎公主,而她的王子则由赵文卓扮演,宁静,刘德凯,太爷这种级别的大咖,都纷纷给她做配角,众心拱月。 后来还出演了帝锦,抓猴的影视剧的女主角,和她配戏的要么是安契选这样的韩国头男星,要么是陈小冬,杨采妮,宇南这种实力大咖,虽然都是众心允籍, 可是诗玉米却没有活起来,而最为传奇的是,诗玉米还曾是中美核拍摩幻片《人鱼帝国》的女主角,从过往的报道可以看中,《人鱼帝国》堪称是重量级的中美合作大片, 据说投资1亿美元,融入了美人鱼、希腊武士、海盗、海挂等诸多元素,引进了世界一流式视觉效果技术打造,演员也坚持以外国人为主, 包括十年也是,可谓是国际化演员阵容,还邀请了007,大破样子北极的女主角,欧江科瑞兰扣出演, 诗玉米当时的男朋友,就是影片的执行导演江洪宇,可能也是这个原因,诗玉米就当人不让,成为了影片的女主角, 当时,杨幂形游分参演这部戏,不过大秘密在片中也只是一个配角,她演了所有导导主, 号称是深海最美一族的统治者,当时诗玉米风头正进,在采访中表示等到人鱼帝国上映后,自己的星途一定远超过吕张子怡, 不过遗憾的是,虽然诗玉米当时是自信满满,可是事实上人鱼帝国,并没有让她一炮而红, 反而后续毫无水花,此去今年,事与匪的精明度也是大不如从前,现在在延续攻略中只能演一个宫女了,只能说,人生的积聚,还真是变幻莫测啊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